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0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就一个主题 拱城里白菜的土猪到复旦大学的血案 当代中国的隐喻 那么我们 我今天上午在推特上看见这个易中天 先生的一个微博 所以我就引发了一些感想 我就把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找出来 我把这新闻联系在一起来看 我很感动,我也很感触 所以我今天就想 我用一种 漫谈式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我 从今天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我的 我的一些感想吧 易中天的微博是这样,就易中天其实在写给这个恒水中学 这个叫张熙峰的同学,张熙峰之前有个演讲 在网上 疯传 非常火 因为他讲了一句话,讲的这个我是这个农村的一只土猪,也要拱城里的白菜 那么这话讲得非常震撼,震撼人心 那这个易中天微博就写了一段 一段文字给这个张熙峰,他说这样说 高考结束了 可以对张同学说几句话 首先你不是土猪 别人也不是,没有人是 其次 城里也并非只有白菜 还有青椒 上海涵当诺某大学血案,当事人就是之一 就是青椒,所以我就找,把这件事情再回过头来看 易中天先生他看问题很尖锐 非常有穿透力 所以张同学你得想清楚 不要白菜没拱着 先变成了青椒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应该是让所有人 活得有尊严 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 不管是白菜 还是青椒 我看过你的视频,尊重你的选择,看好你的千分 我只是希望等将来你有条件的时候 能够致力于 消除城乡差别 弥合社会裂缝 改善生存环境 让乡下和底层的生活变得更好 这比拱白菜 更有意义和价值 路漫漫其修远兮 愿君上下而求索 这个 我刚开始看这段话呢,我只是有些感想 等我把所有的故事全部看完的时候,我回过头来 再看一中天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 易先生非常有情怀 也非常深刻 那么我把 我把这个 张熙峰同学的演讲 演讲词找出来 找出来 我就重新读了一遍 老实讲 我真的是 之前这个五月散人 我们是网友,我们互相关注 五月散人有个节目专门讲这个视频 他讲得很好,分析得很到位 我重新读这篇文章,就是张熙峰同学的演讲词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这肯定不是张熙峰写的 肯定是有人写 肯定这个人 和有张熙峰同样的经历 他写的,他写出了什么 写出我的姓声,我就这么出来 我们那些大学生就这么考出来 他这么说,他说 张熙峰同学讲,他说我出生在河北东部的小小乡村 在那里过了平平淡淡的将近十年的时光 然后 然后他就讲,他离开那个地方 到了现在的衡水中学 他说 他讲了一些他整个的过程和经历 从农村 到城市 然后他就,他说 他说其实 他说那个农村 到底有多么匮乏,就是这个匮乏是什么呢,他说 两间屋子三个年级 他说 这就是我当时上学的地方 你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经历过 有老师向学生请教单词发音这种奇葩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英语老师都是语文老师客串 他们可能上午听过几遍录音,下午就来给我们上课 他讲的当时他的这种 这种教育状况 然后他就到了城里 就遇到了一些情况 遇到情况,然后就 他就开始思考 他怎么说,他说那天 我一个人低着头走 走在回家的路上 心里翻江倒海,我想了很多东西 人们都说寒门出贵子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笑话 说人家城里的孩子 富人家城里的孩子只是那些不知进取 混吃等死的顽固子弟 可是 他们往往比你更加努力 从小 从小开始他们的眼界格局素养,知识储备 家庭背景 都要比你好 千万倍 然后他就讲对比各种 对比各种 各种条件上的差异 五月三人他的那个视频里面讲,他说他看,从这个孩子的眼睛里看见了两个字 猙獰 猙獰,他分析为什么会这么猙獰 他说有一天 他在做作业 他看到听到客厅里电视里传来的声音 你曾经见过怎样的中国 他听到这个话 笔都掉下来 他想了一下我这十几岁下来 没见过什么中国 然后他就出来看到这个电视片里面 的这个 这个 被其中的一个片段震撼 他说 他说 那个下午我几乎看完了整个季的航拍 就那是个航拍的这个纪录片 那么让我热的盈眶 然后他就想什么,他想我得走出去 我必须走出去 就为了那些我从未见过的风景 那些还在远方等我们更优秀的人 这话说得非常的 恳切 然后他后面就讲 他说 他说他们恒水中学 恒水中学被人说成是 考试机器 他说 你见过恒中高三凌晨五点半的样子吗 你以为我们每天 天不亮跑向操场 一边奔跑一边呼喊是为了什么 是假装的吗,是作秀吗 我们是为了改变命运啊 他说 恒中的考生,河北的考生 他们都是来自普通的家庭的孩子 他们身上 他们身上肩负着整个家族 几个世代的期望 他们不是高考机器 他们只是一群穷人家 孩子,想成为父母的骄傲 想要让他们 爱的人能够更精彩的活下去 活着 他们有什么错,他们就是你呀 真的很感动 我们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就是这样走出来 所以 我看了他的演讲 我也把他的演讲词下载下来 我认真的读了好几遍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他说的 那就是你呀 讲的就是我 讲的是我每一个人 这里面让我感动的是什么 让我感动的是两点 第一点,在这个演讲当中 就是五月散人讲 这种真名背后是什么 这个真名背后就是痛彻心扉的社会不公嘛 为什么让这个 18岁的孩子这么愤怒 这个愤怒的原因就是这个社会的不平等 这个社会 有些人你出生一生下来 你就跟别人不一样 你就 你用一辈子奋斗的时间 奋斗的东西 可能别人一出生就有 你说是会不会愤怒 当然愤怒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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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当然中间 说的最 被传播的最多的 就是那句话 就是 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 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里的白菜 这是传送的最多的 他背后反映的是什么 你想一下 大城市里面 大城市里面的 他身边就是无数的白菜,不用跑到城里去拱 就是这样 然后 另外一条新闻 也让我很 让我很愤怒 这件事情是什么 张西方们 拼命的要考大学 拼命的要考大学,通过考大学去改变他的命运 可是在中国那些大学 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吗 最近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大学非常的不平静 江苏 浙江 山西 山东 安徽 很多学校,学校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 抗议什么 抗议独立学院,大学里面有一些独立的学院 改制 改制变成一个职业学院 或者叫职业大学 那么无事生非的是谁,是教育部 教育部6月4号 官网发布了一个公示 是关于你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 公示 准备同意将南京中医药大学汉林学院 与江苏 医药职业学院合并 转设为江苏医药医科职业技术大学 这总共有13家 包括什么呢 北京工商大学家华学院转设为 北京金融科技学院 然后棘手大学张家界学院 转设为张家界学院 张家界学院 等等一大批 就是比如说安徽师范大学 晚江学院转回巫术 巫部学院等等 那么有一堆的转色 麦克风有杂音 还有杂音吗 有杂音吗,还有杂音吗,给我听一下 给我个反馈 有杂音吗 杂音 给我一秒钟时间 我把它搞定 有杂音 还有杂音吗 给我听一下 给我反馈一下 好,我继续讲 这13大,说大学它是 OK OK 是接触不好 然后就是 把 把一些大学里面的独立学院转置成为所新的职业大学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正在里面读大学的学生本科 就是普通本科的学历会变成职业本科 就是普通本科变成职业本科 后来教育部跑出来解释 说是去年5月份,教育部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快 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 这个实施方案提到呢 就是合并转设,指的是独立学院整合 高职学院或者是高等专科学院成为本科层次的 职业学校 或者是职业大学 所以他一般名称为 某某某职业大学或者某某某职业技术大学 他类型上呢属于职业教育 但层次上呢属于本科层次 与普通本科高校属于同一个层次 他是一个这样的解释,他说这个 在独立学院设置的转设的过程当中 那么按照实施方案,按照叫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就是原来的在校的学生 然后你呢 你就会得到原来的文凭 名称也是一样 新来的新入读,你转制之后 新来的学生就会得到新的文凭 新的名称 但是学生的看法不一样 学生看法,有学生在微博发帖 就讲这个南京中医 中医药大学汉林学院转设的情况,他是这样的 他说首先 你们做这件事情之前不跟我们打招呼 不告诉我们 学生家长完全不知情 学校自己把事情给办 完全不尊重学生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后续会产生很多的影响 第一,影响考研 同样的分数 那如果你母校是职业本科 面试会严重的拖后腿 这是第二,影响找工作 那么公司去查学信网 信息是纸本 那影响你的就业,也影响你的这个薪资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影响考公务员 为什么 而且影响考带编制的单位 因为通常公务员也好 带编制的单位都会要求 全日制普通本科 如果你变成了职本 那当然他会 你就会影响他 考公务员考这个带编的单位 第四 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的学生 都是本亿以上的分数,或者接近本亿以上的分数入学 每年 2万以上的学费 结果上的是 职本 谁能接受 第五 转职之后 学信网上的个人信息会不会变 谁能保证 万一你不小心把这个 全部改过来 这些学生怎么办 学生说 我们不想闹事 但是希望教育局给广大学子和家长一个答复 那么先起来反抗的是谁呢,就是江苏省的五所高校 南京中医大学汉林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南京大学金江学院,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这学生发表联合 声明而且大规模抗议 视频显示 警方武力镇压 抓了很多学生 现在 现在网上 传的最多的视频 大部分来自这五所学校 那么江苏这边的情况是这样 浙江这种情况也差不多,学生都在反抗 然后到了6月6号,浙江省教育厅官网 宣布 经营研究决定,浙江省全面暂停独立学业 与职业院校合并,并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的工作 浙江就全部停下来 那么这件事情还在发展当中 那么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呢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这样 主要是 中共执政的特点是什么 中共执政特点就是活灭 什么意思呢 就是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 最后盆不够 情况现在 这个大学教育也是一样 过去20年 中国大学不断的扩招 最后今年的这个 中国大学毕业生已经超过900多万 900多万 这个900多万什么概念,是一个国家人口 那么扩招在90年代的时候扩张 是基于经济的需要,社会的需要 那么就扩招 但是 到了后期 一直下来到2000年以后的扩招 为什么 因为大学变成了中国政府 这个延迟就业的一个蓄水池 怎么办呢,因为没有就业岗位啊,经济滑落啊 政府又没有办法制造新的岗位,那怎么办 大学扩招,让你们去读大学去 就不断的扩招,而且扩招规模非常的大 那么 这是一个背景 就是大学扩招 大学一扩招扩到了什么地步呢 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最后这个盆不够了,盆不够了什么意思呢 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了,因为实在人太多 那么社会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学生 中国经济没有发达到 中国有这么多的就业岗位,就是给这个大学生的就业岗位 那么教育部一研究 哎呀这个现在大学太多了 数量多,质量低,资源分散,因为你失资没有跟同步上来 教育资源没有同步上来,你只是 面多了加水 就变稀了呗,太稀了就加面 就这样 那于是呢教育部想起了什么 想起了职业教育 觉得呢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能够减少大学的人数 然后呢大学就业情况会好 然后实际上中国大量的制造业 其实需要 职业培训 那么不一定需要那么多大学生 现在这事又想起了,想起职业教育 这有一种说法是教育部是有点想把中国的现在大学生一批两半 一部分 把他们赶到职业教育去 剩下一半是大学 大学 在这个思路就蹦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职业本科来 职业原来是大专,中专大专,现在变成个职业本科来 职业本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安抚这些 这些被他 挪到职业教育这边来 那么就让他也有本科学历呗 就这个思考 在整个的思路当中有一样东西,是教育部从来不考虑的 什么东西 就是学生的利益 学生的利益 从一开始 从整个的 方案设计到他的执行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考虑一样东西 就是学生的利益 这才会引发这么大的事件 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教育的本质 不是解决学生问题 是解决他的问题 他要你做什么,就让你做什么 所以呢你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就想 讲呢这个 张锡凤同学那份演讲 非常的 非常的震撼 张同学也很优秀,他的这个演讲也非常的 有这个感染力 但是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现在中国的大学 你就算你拼了老命,考进去 也不能够安下一张平静的输桌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我们翻过来讲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 好 就算你优秀 就算你优秀的读成了大学 读好了大学 而且 而且 就算你读到了博士,甚至读到了博士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一下 6月7号,复旦大学数学学院发生一期血案 39岁的海归博士江文华首任 数学学院 党委书记 49岁的王永珍 王永珍也是个教授 那么一个案件 毁掉了两个 中国顶级大学的学者 那么 当时的情况是江文华这个到他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然后关上来 就 直接割到大宫外 整个学校 整个办公室一地的血 这个 这个王永珍是当场就死了 情况是,王永珍提前就前几天通知他,说学院不再对他续聘 那么请他近期办理离职手续 一个电话就搞定 搞定了 那么江文华是什么人 就说 你想一下 一个博士,江文华是个博士 他在这里当老师 当了六年老师 一个电话通知你 不用来了 你去办手续,你就可以走了 这什么情况 江文华是上海格志中学的高材生,2000年毕业 那么复旦大学当年招了一个数学尖字班 他就是复旦大学 数学尖字班的学生 他是回到自己的母校当老师 那么 而且2004年这个江文华毕业 从复旦大学数学与应用 应用数学系毕业的时候 江文华获得了首届 复旦大学校长奖 这肯定是很厉害的 然后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之后 他申请到了 Ragos,就是美国的罗格斯大学 美国罗格斯大学也是美国的一个名校 他是个公校,但是是 类似也是公校里的长春藤学校 拿了一个读,去那读了五年的硕博联读 硕博联读就是硕士跟博士一起读 五年后拿到这个博士学位 然后在2009年到2011年 在美国的 国立研究院,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那么下面有下属的这个霍普金斯大学从事 和霍普金斯大学从事这个 博士后的研究 到了2011年 在苏州大学院就回国了 就毅然回国 五年期满 再引进人才的身份 去复旦大学 数学学院任教 那么江文华的研究方向我就不懂了 这个非参数 经验 被业司啊 这些我就不懂了 那么 文献检索显示,江文华2009年在 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 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被大量引用 他是 这应该是他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 然后他在2016 17 19 20都在 都发表过学术论文 从他的学历上看 江文华肯定是一个有成就的 青年数学家,这个没有疑问 他就是 张希峰眼里的 成理人 他 让他 感觉到无法企及的 另外一个人生 就在谁身上 就在江文华身上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江文华由一个 数学家 青年数学家变成了一个杀人凶手 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网上有很多说法 其中有一个说法是 江文华 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办法正常教学 因为他患有抑郁症 为什么患有抑郁症,没有人知道 这是其中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 是 这个江文华是一个 怎么说呢,江文华是一个 不太 是一个书呆子 心地善良 很简单 然后就,但是不懂人情事故 那么 于是戏里面就不要他 就是因为跟不上 就是 人情事故嘛 这些东西他不懂 这是第2种说法 那么 但是有接近真相有几点 第1个 就是江文华是有忧郁症,这个通过他们 他的这个网友,一些上过他的课的网友反映出来的情况,可能是 这个是比较接近真相 这是第1个,第2个 尽管江文华有忧郁症,但是他并没有失去研究的能力 他持续的19年20年都发表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这也是事实 第3个 那么6年之后 解聘 那么 中国现在的大学 中国现在的大学 公立大学也好,研究机构也好 他里面的人分三类 分三类,第1类 上级任命的管理干部 那就是公务员编制 这是第1类,第2类 有正式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 教授也好,老师也好,有正式编再编 第3类就是没有正式编制的 合同制的聘用人员 江文华就是这类人 那么前两类 公务员也好,就是这个事业编也好 是不能够炒鱿鱼的 就是 就是属于法律上无固定工作期限的人员 他们怎么着 都拿他没办法 那么像江文华这样的没有事业编制的合同聘用证 你就必须表现得足够优秀 在合同期满之后才能获得续聘 那么 只有 在这个单位 编制有人退休了 或者 单位增加编制 你才有可能 成为 有稳定工作的人 那这种制度设计呢 对没有编制的工作人员来说 那是非常残酷的内部竞争 那这里面内部竞争 就不一定全部都是你的 工作能力了 那就很多因素了 那么所以呢 对于江文华来说 我看了一篇 他的一个学长 给他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我所认识的江文华 他在那篇文章里面 就是你看不出来一个 江文华是那种怎么说呢,江文华是那种 我读两段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我认识的江文华是一个这样的人 第一 学业和学术都是一流 他说如果他如果当年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愿,毕业之后 进入美国顶级的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术 那么 那他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但是他去了 很不正常的去了国立 叫NIH,国立卫生研究院 做了 那种他说这种地方呢就是学术三流,官流一流 官僚一流 金玉其外败叙其中的机构,稀里糊涂作了很多 他在他眼里又苦又累又耗时又对他的学术没有帮助的杂事 否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应该是美国学术 圈里一个小有名气的教授 这是第1个,第2个 他说他内心干净,心里非常善良,不撒谎也不会撒谎 不害人也不知道怎么害人,对别人也不设访,也不太知道人情是故 不知道江湖险恶 所以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的生活规律 节身志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玩游戏 没有任何嗜好 准时上学,从不旷课 每周规律的生活安排好,什么时候锻炼,什么时候买菜 什么时候在图书馆 什么时候睡觉,都按着既定时间走 工作认认真真 兢兢业业 在美国没有几个像他这样的认真备课,耐心回答学生问题 然后呢,他又是个独子 又在上海 他对钱有概念,但不贪钱,也不追求金钱,也不占别人便宜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这种人 变成了一个凶手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有两点 我们就 像江湖华这样 患上了 患上了抑郁症 又没办法正常工作,最后他失去了他的工作 最后复旦大学失去了两个人 这就是结果 我们从 我们从这个 叫什么,叫拱城里白菜的土猪 到现在教育部搞这一系列的这个,叫转制 然后再到我们江文华,现在看到江文华的下场 你看到两点 第一点 中共建政到现在 没有解决贫困问题 也没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 也没有把人民的价值当作 自己国家的目标 人民成了国家的工具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一连串的事件彰显了什么呢 彰显了当代中国的 核心的问题 就是中国人 没有活出他自己的价值 为什么 因为这个社会 他没有实现他价值的环境 每个人 都背后 被各种各样的东西在驱使 又痛苦 又辛苦 又茫然 这就是现在,今天我们的题目讲的 这就是当代中国的一个 隐喻 你说这些孩子 从他们 从他们中学开始 怀着 怀着满腔的热情 怀抱着一个梦想 拼了老命 去考大学 到了大学 他们看到的不是他们想要的样子 然后辛辛苦苦读完大学 拼出人样来 江文华就是拼出了个人样来 结果 不得善终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当代中国的一个隐喻 我们今天就是把 这过去几天的发生的,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心目,我们放在一起来思考的时候 其中感谢义仲天先生 他的那段文字 你从现在我们再读一下 你就知道 他是说什么 他是说 他对张锡峰这个同学说,他说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 应该是让所有的人 活得更有尊严 无论是在城里 还是乡下 不管是白菜 还是青椒 关键是 尊严 这个尊严来自于什么 这个尊严就来自于这个国家的目标 这个国家 要让每个人 活出价值 活得有尊严 必须把每个人 当做他的国家目标 中国人才会活出自己的尊严,这就是非常 义仲天先生讲的非常的有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是为了 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思考 给大家分享 好吧,谢谢啊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非常不平静 我能够把刚才这个节目讲完也不容易,因为 我真的很感慨 因为这里面你想一下,这里面有多少梦想 这里面有多少个日日夜夜 这里面的苦读 这里面的期望 这里面的伤心 绝望 江文华你想一下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的师兄给他写那篇文章,记得很长 一个这样的人 他最后拿了把刀子 去把那个书记给杀了 你得把他逼到什么程度 就是这个国家 不能够让人做好人 这个国家就有问题 这个国家才有问题 好吧,那我们鸣谢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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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仇恨情绪 很少有国家政治文化像中国那样 强调仇恨 这种情况到中共上台之后达到了顶点 中共上台之后 更公开的肯定仇恨的价值 中共舍弃制度化的正路 拼命的往社会当中塞进更多的仇恨情绪 是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中共喜欢用仇恨的情绪 因为中共的方法论是什么 中共建政一上来他的方法论,中共夺取政权 靠什么 靠的就是你说的这个仇恨,这个仇恨来自哪里 来自阶级 中共强调的是什么,毛泽东最重要的工具 就是阶级斗争 用阶级斗争夺取政权 再用阶级斗争 去控制政权 管理国家 都是用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里面是什么东西,核心是什么 就是仇恨 观点 看这孩子满身的力气,他努力的目标是成为 给他带来屈辱,让他痛恨的那个人 所谓人上人 当他实现了这个目标 他会加倍的歧视曾经的自己 他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观点 小镇做题家是对那些穷困 地区走出来的孩子最恶毒的攻击 我就是小镇做题家 观点,羞辱教育在这些高考大省应该已经是绝大多数高中的标准教育方法 这种方法虽然把潜在的学习能力调动起来 但是这样的老师根本配不上成为老师 他们不在育人,他是在训练考试机器而已 还是不把人当人 情况 昨天听了在内地执教过的人谈这件事 说现在的教授副教授转正 需要六年考核时间 除了教学指标外,还要发表四份论文 并需要找国家重点项目 这堆项目对于国内上大学的人因为多少有些资源 相对更加容易申请 而海归回来,没有长期送钱拉关系 几乎不可能 情况,国内大学 飞升计走的招人方式,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而是一个指标 招N个人 美国大学也是飞升计走,但是一个指标只招1个人 情绪为江文华感到惋惜,如果他不回国 对于自己能过一个好的人生,对数学也有一番作为,实在可惜 我刚才第3点没有念 第3点是什么 第3点就是我认为江文华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江文华最大的错误 当然是回国了 他最大的错误就是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是他最大的错误 观点跟约翰Nash比起来差别太大了 Nash在发明博弈论之后 几十年里都患抑郁症 普林斯顿大学依旧给他终身教授,直到康复,这就是人们的关怀 中国差缘 情况,河北某大学的一个妇科员 家里的茅台中华百余地,通过项目受贿 而且还能租到公租房 学校里只要会厄于奉承就能顺风顺水 一旦被孤立就完了 大学里面 情绪,河北的考生太苦了,我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加这种 充满歧视和不公的考试 河北稍微富裕的家庭都想在天津买房 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在十几年以后 能在这个不公平的考试中能够压在别人头上 然而 有这个钱为啥不送孩子去海外 有尊严的读书呢 问他们,他们都说房子会涨 将来可以卖,殊不知一个行政命令 就能让所有的投资灰分湮灭 读十年以后的政策就跟 相信当年只剩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一样 情绪,记得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有一门讲中国国情的课程 大意是中国人太多,素质差 不适合民主 有同学问 那可以在大学先实现民主吗 某教授,因为不是党员就当不了系主任,大学是党校吗 社会奇葩逻辑,游戏规则荒诞,让人哭笑不得 入党要查三代,毕业要填父母不是,是不是群众 观点,职业教育在中国不会认可,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国外那些 需要职业教育才有的工种 都被中国的农民工来做了 所以这些工种不具有任何社会地位 而且社会地位重要度在中国的鄙视链里层层鄙鄙视 所以职业教育没办法和西方国家的职业教育相提并论 这也导致在中国想实现 阶级要签,只有考大学这一条路可走 非常到位 在职业 在这个鄙视链当中 职业教育肯定是 在下面 所以为什么这学生抗议 抗议是有道理的 观点,中国确实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学生 美国位于世界产业链的顶端 拥有本科学历也只有36% 只是中国这一刀切的做法十分鲁莽,没有政策过渡期 观点,体制的结构性问题是方方面面渗透在各个领域中 学术界也不能幸免 非常对 且不说某些学乏的权力大过天,腐败程度令人发直 就连有背景的学渣也不能够被撼动,所以 不能说非生即走的淘汰制的目的 或者作用是促进竞争,因为 在体制内存在极大的不公 如果避免或者 如何避免或者是如何解决,我的看法是 目前CCP执政时 肯定无解 只有民主制度才是解药 中国还想搞 还想搞创新 还想靠这个 靠科研 就像这样的制度,怎么可能搞出科研来 观点,党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当然必然导致没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做学术 只有把精力全部放到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才有可能晋升 可悲 观点,编制真是狗血 那些有编制的基本都是老的裙带关系 站着编制没有贡献 后面进学校的没有编制的干死也没有用,非常的不公平 就是这样 就是现在 现在中国的 现在不仅仅是大学研究机构,其实政府里面也差不多 观点,编制与民事工同时存在,说白了就是制度性的歧视,非常重要 这叫什么 同工 不同酬 虽然工资,我们说的酬是什么 是待遇 不仅仅是工资 这种现象的存在,源自于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同时存在的怪胎经济体制 既要市场经济为政权续命 又要计划经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可悲的是当下的中国,很多中国人对这种制度性的歧视 无动于衷 情绪 国内现在才想起来要产业升级 早干嘛去了,改革开放有钱的时候不去培养人才 补充教育资源 完善社会保障 积累技术 而是一窝蜂的去炒房 现在都习惯了赚快钱 而且被现实裹匣的 想停都停不下来 再转型难了 有道理 观点,讽刺的是 长成温良公俭让并不适合中国那种丛林社会 所以我才讨厌那些拿着勾兑的钱送小孩 出外读书的留学生群体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同意的观点 拿着勾兑的钱的人 是极少数 大部分留学生,大部分留学生他的父母 就是谁 就是刚才那个 那个学生的家长 就是这样的家长 有 有官二代 有富二代 但是是少数 你想一下你就知道 观点 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 对比中美社会的差异,我感觉中国整个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 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所以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还是要那句话 所以为什么川普 有很多的中国粉丝 原因就在这里 观点 华人著名数学家张义堂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得益于美国的宽松 自由并且较高的最低工资标准 如果张义堂待在中国,估计会被埋没 情况 上海互联网行业 以前我部门有个小姑娘是职业学院出来 在这个行业不常见,她异常努力,成长很快 毕业不到三年就能带人,薪资大幅提升 被她带的都是刚毕业的本科生,但是她男朋友是从大学开始谈 事项很传统,认为女人就是用于生孩子那种 对于女性职业上快速成长很提出 两人后来结婚了,现在 时有联系,小姑娘过得并不好 所以上什么样的学校,即使不决定未来职业发展 也会通过圈子影响到人的一生 好吧 情况,我是得资生产型企业 单位的前台行政人事供应链等部门,好多同事都是985211毕业 进公司时大部分6K 6K税前做起 有的做到6年9年也就1万多一点 优点是岗位稳定 可很多领导他们的部门经理都是70后 好几个都是大专,甚至是三校 三校生自学考出来的本科 2000年之前 的就业机会比现在好太多 学校毕业工作三年就能靠自己的能力 凑个首付在上海N家 OK 情况,城里的人也不都是个个都是白菜 我的同学住的是市中心的千万级豪宅 这次广州疫情期间所有的物资都是高级 食品 而且还是免费的 住在白河洞的城里 城里人属于城中村 房子也就值个一两百万 所以只能给50块钱购买一份只够吃一顿的烂菜烂肉 阶级差距 不公平,无处不在 对 中国 中国就是个封建王朝 顶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帽子 情况,我父母就在高校工作,我出生长大在大学校园 我听过见过无数大学里剥削和不公平的事情 20年前我爸妈评教授职称时都遇到过被学院书记 窃窃研究成果的事情 我爸写的材料去当地教育局申诉 就过被学院党委通报批评 情况,以前跟一个要回国的同学聊留学的事情 我说如果你回国的话 将来会不会要求孩子出来留学 他说肯定会的 我说那你现在已经在国外,如果待在国外,那么你的孩子就不需要努力 挤独木桥出国 如果你回国的话,将来你孩子能不能出国还是个未知数 他豁然开朗 打消了回国念头 观点,方向比努力重要 这个很到位啊 无论怎么努力,不得不承认大部分人的孩子将来都是普通人 与其想方设法成为神上人 不如好好想想 如何让普通人可以过得幸福 有尊严 非常好 非常棒 我再读一遍 值得我再读一遍 方向比努力重要 无论怎么努力 不得不承认的是 大部分人的孩子将来都是普通人 与其想方设法 使他成为人上人 还不如好好想想 如何让普通人可以活得 幸福 有尊严 都好 观点,刚去了趟河南,朋友在县城 当实习医生的弟弟,据说每月只能拿 千余元的工资,这样的收入很难过,日子 如今改到剧组混杂工去了 情绪 我16年读大学的时候,我想当行业翘楚 土木工程,土木专业 现在我看见项目就反胃 想去德国换专业,重读本科,希望留在德国好好工作,好好纳税 当个普通人,OK 情况 德国的职业教育 TAFE相当完善 很多年前曾经有不少中国的职业教育机构 来澳洲考察 最终也就没有了下文 所以中国的职业教育问题根本不在教育机构的问题 而是社会阶级的问题 那你想一下 你实际钱工在德国拿什么工资 实际钱工在中国拿什么工资 不一样 提问王老师 我老婆在武汉肺炎刚发的时候 在朋友圈发质疑政府的帖 只是质疑 被骂到体无完肤 最生气的是一个站在我老婆这边的人都没有 各个表现的小粉红 我感觉中国大部分人是小粉红,我知道 现实不是,但感觉是 现在大陆一出事,我一点都不同情 王老师 我怎么调整自己 你想一下 你在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朋友圈是公众场合 中国现在这样的舆论环境 现在这样的舆论环境跟秦朝差不多了 你要求大家来附和你 我觉得不大可能 我不觉得中国大部分人是 就是说 你可以讲 某些人 中国人有很多人是小粉红,这个没有错 洗脑工程 天天在运转 那肯定 很多人是小粉红,但是你说所有人都是小粉红,那肯定是不对 你也不能要求 怎么调整自己 两点 第1个 期望值不要太高 就是你不能够指望别人来 回应你 因为那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不正常的社会,你在公众场合 你喊口号,你让别人回应你 这期望值有点太高了 这是第1个,第2个 你还是看看私下沟通的情况 我觉得 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判断,用这种方式来说是不准确的 因为公共场合 大部分人是考虑安全问题 情况,请教王老师,由于疫情孩子在家没事就看YouTube和电视,总说 China Virus,说中国毁了世界 怎么教育也没有用,请教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他才10岁 10岁应该明白了呀 你告诉他真相就好了 那么 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了 所以 调整一下什么呢,调整一下 其实你需要调整的并不是太多 只是调整一下 他怎么定位他自己 你怎么定位你自己 他怎么去界定他和China Virus的关系 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就好 梳理一下 把它梳理清楚清爽就行 他没有偏离太多 情况,我就是留学生,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刚才那位朋友 10个留学生里面只有一两个官二代 一个官二代,两个富二代,剩下的七个都是家长已经看到体制的问题 花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送孩子出国留学 这是我的看法 我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同意刚才那个网友的意见 观点 如果人比较老实,一门心思搞学术 不善于说谎,吹牛皮,脸皮薄,不会拍领导马屁 强烈建议留在国外 回国真的要被毁了 就是这样 观点,当我听到恒水中学 张同学说到拱城里白菜的新闻 第1个反应响起的是人大 前教授周孝正讲的 中国的二元化城市和农村户籍制度 累积起来的矛盾,中国户籍制度 建立开始 甚至直到今天他依然把中国社会资源 以难以想象的失衡比例集中在城市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八九十年代是农村大学生默认的选择,可悲的是时至今日 这依然是很多年轻人所要面临的窘境 观点 拒之为何要GDP每年增6% 因为追 才以应付每年毕业生的就职数字需求 今年经济放缓,大学毕业生也难以入职 薪金也不高,相信已经累积大批毕业生仍然在 职场浮沉 OK 情况,早上问王生的反制 反制裁法的问题 其实也没看出来 现在国内的这种 猙獰之气 完全野蛮强硬的去对待外部的一切事物 至于对经济的影响其中有那么一条 12 任何组织,第12条摘要,任何组织和个人 协助实施外国对我国制裁 可以提起公诉,要求 停止 并赔偿 我首先想到的是外资金融机构 那么大的政治风险会 下退一些金融机构撤出中国,而外资企业 进而外资企业 是不是这样,请王先生评论一二 非常对 这点我没想到 就说 我想的更多的是,就说他其实是吓唬别人 你别制裁我,制裁我可以反制啊 那么这里面他的这一条,这一条其实是 中国有很多的法律 把这个企业全部绑起来 包括什么国安法 什么这个情报法等等 都把企业 捆起来 其实现在这个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政治风险 非常的高 这个是,所以 如果现在重新评估 就是这些企业重新评估风险 情况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今年孩子有签证了,能回国,却又真的不想回去了 看看网络上各种加码的核酸检测 各种对海外归来人员的谩骂攻击 心情真的太差 谢谢王老师的节目,向一个心灵的港湾 谢谢 鸣谢 谢谢 丁建军,谢谢 徐彦斌,谢谢 谢谢,姥姥王,谢谢,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充满无奈 只能消极的在这个节目中 向网友们释出敬佩和鼓励,谢谢姥姥王 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